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越来越身体越来越虚弱 但发生什么事情呢 绿茶不是应该很健康吗 不是应该油切吗 后来医生就发现他也是一样 他不是非常严重的贫血 就医生告诉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绿茶里面会抑制铁的吸收 当你每次饭后你大量的喝这个茶 然后持续七八年之久 很多食物里面的铁都没有吸收进去 所以后来他说我看那女生那种血红色的量 本来应该是飘进来的 不知道是怎么活的 有人做过研究 因为这样可以降低64%的铁质的吸收 很高的 所以刚才提那个是绿茶的部分 其实现在很多油切茶 其实现在很多你知道吗 不一定是只有绿茶 有很多口味 其实有一些就是一些 类似我们讲的 类似中草药了 有一些草本的东西 其实很多是 强调它的膳食纤维 就是一些水龙性的这些膳食纤维 因为膳食纤维也会有吸附油脂 或者是代谢的作用 还有保护感的作用 其实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认证的 或者是这方面的 其实它不是只有绿茶的这个部分的功效 所以这个逻辑纤维就是跟它一样了 对不对 腌脉纤维够丰富 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 其实假如真的要纤维还是吃食物 这样好 对 最近有个研究 追踪了将近20年 然后40岁到70岁 死亡率下降蛮多的 吃高纤维的食物的人的话 他差20%的死亡率 对 蓝性的话就是那个扇食纤维很好 女性的话是大豆 这个豆类纤维很好 蓝性就是五穀杂粮类这些很好 这样就刚好都是我们现在人最不爱的 对啊 五穀杂粮最好大家刚刚讲说几股几股 还是买真空装的比较好 因为他们都是高营养价值的 在台湾这个地方容易会有霉菌的污染 OK 好 来 风火妈 对 那像我自己因为贫蟹 所以我就爱喝红豆汤 我想说红豆汤可以补蟹嘛 对 以色补色 对 那是不是喝红豆汤还可以加速我们脂肪的代谢呢 对 豆类的高纤维嘛 一碗红豆汤就是10公克的纤维脂 我们一天只要20公克就够了 所以事实上 你这样可以帮助油脂的排出去 了解吗 但不然太甜啊 太多啦 对 你不要加太甜 就是可以纤维脂很快把这个油脂系带出去 所以可以利尿排就是水中 人间是这么说 人间 人间 不在意 医戒呢 什么医人 医戒到医戒来都是比较严重的 靠红豆汤都没有一般 太不及了 所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养还要不及了 对 还不错 反正要膳食纖維 对 好啦 所以这个去油消脂 这很多男男女女现在都很重视 王老师 对 刚刚那很好吃喔 对 其实去油消脂 我觉得像我的立场 其实我觉得多吃一些天然新鲜的蔬菜水果很好 像我自己的原则 如果今天你这一餐会比较丰盛 可能比较油腻啊 鸡鸭鱼肉比较多 其实我的原则是对等的 你吃多少肉或油的东西 你就对等吃多少新鲜的蔬果 这是我自己的原则 因为蔬果就像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如果各位应该有经验 你去吃那种韩国的烤肉 跟吃日本的烧肉 都是烤肉啊 他们用青菜包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你吃起来饱足感的 那种撑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韩式都是用生菜包烤菜加点辣椒大蒜 这样吃你感觉吃很饱 但是很快就怎样 感觉消化了 那你如果用饭配着那个烧烤肉的话 你会感觉吃饱但是撑很久 这就是我觉得这最大的差 好 所以这个王老师来提供一个 跟刚刚一模一样好吃的 对不对 我们也许不用费太大的劫儿 但是我们起码三餐当中 一餐我们试一下 就去油消质好不好 我来用我们当季现在比较盛产 已经开始在陆续的这个 我们台湾最有名的 这些有什么呢 其实我准备的这几个 这几个项目其实都有特别的功效 像我们都知道 其实海藻类 膳食纤维也很多 微量元素很多 性能代谢比较快 有一个消质作用 接下来现在春天 防蜂蜜 另外这种季节 我们在春夏季这个芽菜是最 酵素 营养素水分最多的 膳食纤维也最多的 那当然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翁南 翁南水果酵素之王 对 酵素之王 那我们准备 这是芝麻酱 黑芝麻酱 那因为这个要当一个味道以外 还要把它黏起来 OK 不要挤那个美乃滋 油腻腻的 要去油了 那这个是一点坚果的粉 坚果松磨成粉这样的 那坚果也有 对 类似 好 那我们就准备这个海苔 其实在家 我常常就叫小朋友自己弄 因为这个它都会 如果我们都做好牙齿 有时候小孩子都 你看你的脚膜 就是去热心 对 虽然它不是为了减肥 对 好 那我们就简单准备几样 像你家里有什么 你也可以用一点黄豆芽 绿豆芽 但是黄豆芽 绿豆芽就要烫熟 像这种是可以生吃的 那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那我们就结一片这样 那这个红萝卜你的倒湿 对 也可以 那红萝卜如果你觉得 这个味道有生的 你比较不喜欢 就把它烫水一下 OK 用热泡水烫一下 不要烫太久 那红萝卜 如果小朋友不爱 有其他的可以替代吗 你可以用苹果湿啊 小黄瓜湿啊 哇 很甜 小黄瓜 那我们就撒一点这个 类似有坚果 好像有类似树香松这一类的 那吃起来就口感到好吃 我比较不喜欢用花生粉 因为花生粉 你问林医师怕这个 黄麴毒素对 那我们就会有点汁吧 其实坚果裂也要讲述 你用口心啊 所以一般这种我都买 我们买回家最好是 当然你买豪 另外就放在冰箱啦 这种所谓的粉 酱 这种一般我都要放在家里 很长 那我们就把它涂一下 当成盆 第一个当调味 第二个就让它把它黏起来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包起来 我的天啊 为什么路边没有在卖这一盐这样 对不对 养生的 我把它切成一小口来 来 我们女主人来试试看 好 谢谢 就很新鲜 来 香蜜香 我一口 一口 对 就刚好切成一口这样的 不用形象了 那一般我们就包子这样 就包一卷 那就把它切切 大家小朋友可以当早餐 当甜蜜下课可以吃 其实这个海蠻好酥 很酥对不对 大家可以来品尝这个 可以的吗 可以太久 对 而且里头生菜有些人怕那种 生生的味道 你这样调味之后来品尝 我发现芽菜 芽菜加这个 芽菜加海苔真的是绝变 因为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芽菜 就是在切切的味道 土味 土味 切切的味道 你加了海苔 这味道全部都不见了 你就会觉得很特别 海苔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口味 什么芽木口味 辣味 而且你加一点芝麻酱在上面 对 还蛮特别的 你家里面很热的 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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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有的人就担心说 那这样子会不会什么肉量 或什么 其实重点是 孩子还不爱吃 对 我觉得 爱吃 你先让他吃下去改说 对 其他我们再来蒸蒸结果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当买这样子 他看了 应该没有一个会吃 你老公也不吃 这个老公应该也会愿意吃 对 十八股 老公也比你这个好吃多了 我跟你讲 对 可以试试看 对 好好吃 你的十八股可以应用一下 包点放在上面 好 就你准备到十八股 对 既然说我们现在流行在食疗这方面 就是说利用天然的食材 我们来保健自己身体的健康 那当然既然要吃 我们就要发挥它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功效 那吃的健康又没有互助用 那多好呢 对 今天教了两种 因为都蛮简单又容易又营养 大家都可以学习来试试看 好 祝大家健康 谢谢 谢谢 最多是搭配在烧烤店的时候 烧烤非常致癌 但洋葱非常方来 对 明天晚上八点 情侣等我见过